接下來我們就是在剛剛的檔案新增一個塗層 這個塗層的話呢 它要用所謂的遮色片效果 那什麼叫遮色片 其實就有點像是 你把它想像成一個什麼太陽眼鏡 就是有點像太陽眼鏡 你可以把它遮一個顏色在上面的意思 那這個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們要先新增一個塗層 那新增塗層怎麼新增呢 記得喔 你就切到塗層這邊有沒有 然後塗層的 右下角會有個建立新塗層 這個時候就是新塗層的 然後呢新塗層的左邊 有一個叫遮色片的 往左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一個兩個三個 左邊的第三個 它 會有一個叫 增加塗層遮色片 按一下 OK 記得喔 這個是建立塗層 這個是 增加 遮色片 那這個遮色片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做一個漸層的效果 所以漸層 這個應該是 比較麻煩的地方 他說要做一個什麼 放射性漸層 什麼叫放射性漸層 放射性漸層還記得吧 在工序裡面有一個所謂的 漸層 你說老師只有漸層還有系統 那應該是漸層沒錯 所以按住不要放 反正第一個就對了 那什麼叫放射性漸層 其實你點開上面呢 就會有讓你選擇 第一個是線性漸層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放射性漸層 第三個是角度漸層 反射性漸層 還有零形漸層我們還有用過 所以 這幾個漸層的效果 我是建議你都要 至少要記得 將來要找功能的話 也比較不會找不到 OK 那我們用所謂的放射性漸層點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要讓它調整什麼 調整它的顏色 不過這個時候顏色沒辦法調 對不對 請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顏色出不來的話 請你把剛剛新增的這個 塗層有沒有 把它切到前面這個 叫圖片縮圖 這個才可以設定顏色 OK這邊不行喔 如果上面沒有啊 你說老師為什麼 提問不是要叫我填什麼RGB 為什麼沒有RGB 基本上因為呢 你要把剛剛的這個新增的塗層 記得切到左邊這邊來 它才可以讓你輸入RGB 三個顏色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分別把顏色 它R好像是4 42 77 我剛剛已經把它填進去了 填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 再從 左上到右下吧 為什麼要左上 因為你看那個 完成的TIF檔 它好像就是一個 像這樣 只是說它 上面好像多了很多東西 看不是很清楚 但是可以感覺出來 它應該是由 左上 到右下的感覺 所以你把左上到右下拉一下 拉到 左下的地方放開 有沒有 它就會有一個 這個就是放射性漸層 你說老師這個看不出什麼樣的效果 最後呢 其實還是要把背景放進來才看得出來 所以接下來做完之後 再開啟 這個應該是背景 把背景放過來 背景怎麼放過來 背景在哪裡 背景應該是這一張 PSD 那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圖層按右鍵 複製 複製到 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呢 應該叫什麼 PSA 206 這個 你按右鍵 複製圖層過去也可以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我之前還有教過 Ctrl A C 那邊Ctrl V 也可以 兩個方法 看你習慣哪一種 一個是 直接在這一張圖 的右邊這邊按右鍵 複製圖層 把它複製到這邊 這邊這個叫 PSA206 按確定 好看一下 有沒有 有了有沒有 那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把這個 這個剛剛的 遮色片效果 把它眼睛閉起來 有沒有看到 如果眼睛閉起來 表示它沒有遮色片 可是如果有遮色片 就是把眼睛再打開 有沒有看到 這個叫遮色片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出類似 像遮色片的效果 大概就是這樣做 OK 然後再把它打開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的 用複製圖層的方式 把這個圖層 複製到這邊去 這個方法一 那方法二 我之前也有講過 如果假設我 就用方法二 方法二的話呢 就是直接找到 這一張圖 那我先用 選取 我先把它取 整個選起來就Ctrl A Ctrl A就全選 然後Ctrl C就複製 那再到這邊 Ctrl V貼上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所以兩個方法 哪個方法你習慣 就有哪個方法 我個人比較習慣是 Ctrl A C 因為這個比較像是 Office裡面常做的動作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怕忘記的話 不然你就用這個方法 比較好記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已經有 做出這樣的效果出來了 OK 所以他這色片 做上去 就 OK 所以 背景 那再來的話呢 還要做什麼 底下這個部分 還要做什麼 混合模式濾鏡 不透明50% 再複製一個 再把它改成色彩增值 80% 那這要怎麼做 其實 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好像也有設定過 塗層混合模式 濾鏡 綠色 這個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有幾個方法 這邊點兩下 有沒有 點兩下 他會跳出這個 或者是我記得 我講到按右鍵 直接在圖上按右鍵 這邊也有一個什麼 叫做 混合選項 對 也有混合選項 按右鍵 或者是圖層 圖層選項 應該按右鍵 混合 從這邊就可以設定 那我的習慣還是這樣 在這個縮圖上 快點兩下 他會跳這個 那裡面有沒有綠色 綠色 綠色的話 其實在混合模式裡面 有綠色 就這個 OK 那綠色的話 他不透明度要多少 不透明度要50% OK 所以你只要找到綠色 不透明度50% 這樣子OK 確定一下 這個部分就OK了 看起來 顏色有點 怪怪 不過還沒做完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再複製一個 再複製一個怎麼問 其實就是把這個按右鍵 再複製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直接讓它 複製啊 記得從這邊按右鍵 不能點這邊 點這邊是 混合模 所以記得 點左邊跟點右邊 結果不一樣 如果你要複製的話 請你點 點 右邊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複製 再複製一個 名稱叫什麼 我現在塗成3好了 OK好了 反正 它的名稱沒有 沒有要你一定要什麼名稱 不然你就取一個比較好氣的 然後再把它點兩下 然後它要做什麼效果呢 它說要 這個效果是 色彩增值 不透明度8 色彩增值 所以你就找到 有沒有一個叫色彩增值 有啦 有沒有在這裡 色彩增值 然後呢 不透明度80% OK按確定 好 這樣就是最後的結果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動作有點多 你們先找一下 我第一個動作是 先在這邊 新增塗層 第二步 再增加遮色片 在這個遮色片上面 有沒有 去做 這個叫放射性漸層 填上 就是從左上到右下 然後再去 把剛剛那個塗層貼過來 我用貼的啦 或者你用複製也可以 然後這邊點兩下 這邊改成 色彩增值80% 這樣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要 되는 中文放射性漸層